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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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蜜月的話 希望就是說 等它再大一點 再也不去人家 去出國 那因為畢竟我們這個婚禮已經晚了 三年了 因為疫情嘛 那其實 對我老婆 很不好意思 就是隔了三年才辦這個婚禮 對 媽媽平常她是比較 沒有化大嫩妝 所以我今天對我來說是比較 感觸的 對 想不到我老婆這麼漂亮 咦 想不到 想不到 要確定喔 是更漂亮 那今天我們都巧合了 今天今天都是22號 巧合就是我們也是在 差不多22號認識 我們是在七年前的今天 釣蝦場認識 一個很不羅曼蒂克的地方 釣蝦場 人家釣蝦你釣了 我釣妹子 那我老婆說 後面要丟棚花 我說不用丟棚花啦 就直接去釣蝦場 就可以找到這麼好的老婆了 我們是籌備婚禮的時候 才發現 22號的婚禮剛好跟我們認識的那一天 就是這不是特別選的 但是就真的是巧合 剛好今天這個飯店是有空位 讓我們租到位置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認識的過程 還是怎麼樣 我認識她就在釣蝦場 那時候我剛好在停車 那看到她在門口講電話 就覺得哇 這個女生還蠻高挑的 高高細細長長 細長長 高高的細細的瘦瘦的 那進去釣蝦場 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因為她有小孩 那個小孩應該有一歲多 就看到我老婆在顧那個小孩 就覺得哇 這個女生好有母愛喔 看前面 她想說哇母愛的話 那如果交往的話 應該以後就會變成一個 一個慈母 所以現在自己有小孩 等於說我那時候的眼光也沒有錯 那她也很顧我 我們的女兒 所以感覺上是一見終情 可以這麼說啦 只是我一直沒有講 那準備要怎麼跨年 在過幾天就跨年 跨年喔 因為我們這個婚禮 其實我老婆很辛苦 因為在籌備的時候 都幾乎她在弄 所以我也在拍戲 對 那想說等這個婚禮辦完之後 婚禮的事情等後面再講 對啊 我們真的很隨興 我有二胎的計畫嗎 二胎 努力中 努力中 不想生女兒還兒子嗎 你說下一胎嗎 對 其實我沒有一定要男生或女生 因為我本身這一代就是 我們是四兄弟 所以我們這一代男生已經夠多了 那像哥哥他生了三個女兒 那我本身也生了一個女兒 那我本身也生了一個女兒 所以說如果是有下一個的話 其實我 都OK 只要健康就好了 因為畢竟現在 疫情啊 我覺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其妙哥這個婚禮要三百塊 蛤 這個婚禮要不要三百塊 婚禮 有破百 還沒有三百 但是確定有破百 差不多 對對對 那就看等一下 能回多少本 沒有啦 以前男友前女友桌 是準備給 邀請誰 其實我老婆常在跟我開玩笑 說你要不要約你的前女友啊 一桌夠嗎 說一桌可能不夠吧 所以我準備了三桌 那就是一費桌 就是一個小玩笑這樣 對其實我很 我們也很怕有人臨時來 哪桌如果做人 會有點尷尬 所以我很信心說 我喜歡這個老婆 她是很可以開玩笑的 那也很多方面可以提亮我 不管是在工作上 我的情緒上 她是 也是我的瘦氣包 那如果說那個前女友真的獻身的話 我請她吃飯 對 她可以入座那個去貝多 我有請她吃飯 但是紅包還是要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剛剛就是 陸戲人都不知道 陸戲人想到哪一句特別的感覺 呃...就是講四眼的時候 就是 還是會想到老婆 我們生活點點滴滴啊 呃...情緒 情緒的不穩定 她也是會哭啊 我也是不捨 那當然在當下 我是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那今天是很特別的日子 呃... 她也 弄了那麼多時間的籌備這個婚禮 所以我在講四眼的時候 很多點點滴滴都會跑上來 所以我幾乎是 講了一句話 像她講的 講了一句話 根本哽咽到沒辦法講 對 好的 謝謝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吳宗憲 Jacky Wu 憲哥來了 我是哪個 我是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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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我是你的Weekend Boyfriend 我是Lan 我是林真益 我是小孩子 聖誕跨年 又到了 你們想喔 聖誕跨年要出來過了嗎 想要獲得我的 聖誕跨年加換禮物嗎 林真益的話呢 有準備的禮物 來跟大家交換一下 用點心思 用點情感準備的 厲害啦 馬上下載 劉樂新聞的禮物 馬上下載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馬上下載 娛樂新聞APP 如果是上三立新聞網 參加投票 請到三立新聞網 來投票參加 上三立新聞網 投票 就有機會獲得 我的交換禮物喔 加入我們的交換禮物 我的命運非常好喔 很健康 很有feel的禮物喔 按下載 自己都講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了 OK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